我之前做过了很多设计 然后现在这些设计全部都没有用了 现在我就找了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这个肥仔 你不要跟我弄超过啊我跟你讲啊 就是这整片厂 我要用最省钱的方法做 OK 我之前做过了很多设计 然后现在这些设计全部都没有用了 因为我旁边那个大草地 是政府完全不会批 也不会pass这个地方可以做 S-TEN 所以我就直接不要做了 如果做S-TEN的话 我有哪一个邻居看到我屁股羊 控告我一下 我剪出来的东西全部要敲掉 所以我那个大草场 整个是不能够做东西的 那之后我才看一下可以做什么东西 怪不得那一间脚 整个当班买完了 都没有人买那间 原来是我太笨了 OK啦 先去看怎样装修先 然后我已经请了一个 菲律宾的工人 所以等一下叻 我会带着我那个菲律宾的工人 去找我爸爸的朋友 他是一个 拥有二三十年 装修物质经验的老师傅 我们现在不要大做装修 因为之前想要喝游泳池啦那些嘛 现在咯 把水不可以了嘛 然后 Rice那边又不得空了咯 因为他那边很忙的其实 所以叻 我现在就找了我这个朋友来帮忙 简单来讲叻 就是 我要做那样东西 我会跟我这个朋友讲 比如我的二楼要光业风 我就会叫他帮我设计 然后设计好 OK我喜欢了 是不是 我们就会一起去找 可以做这个东西的人 然后来跟他 杀 价钱啊 然后来自己下手做 所以你就需要一个 像 Shawn 这样子的人 来帮你 Gut line 这样我的屋子做出来 才会全部东西都是堆的 不然等下做出来 四方形的 给我变成 三角形的 呵呵呵 OK 因为之前叻 我的饭公司 他主要我都是做那种 店面啊 工厂比较多 后来他也不得空帮我再画了 所以叻 现在我就找了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这个肥仔 Shawn 比较得空的设计师 比较没有生意的设计师 不要不要 比较得空的 OK 我怎么要找他叻 因为他是可以帮人家设计 也可以帮人家看工的 然后我的那个状况 刚刚好找他配合是 很矮的 就是 Mate设计 因为哦 我要自己下手做嘛 然后我又不会那种 尺寸啊 那种电啊 那种东西 应该要摆哪里啊 买什么料比较便宜啊 还有找谁做比较便宜 这样子 好像我们做 双修哦 都会这样的嘛 好像我们会找 我认识的店 我认识的泥水 他们又不认识哦 然后只有我认识哦 然后我又不懂 要怎样跟他们讲哦 你是安排咯 因为你想说 你现在要做什么 所以就叫他来帮我做 Design Consult 所以如果你们也要 像我这样子做是不是 你们可以找他 大家要电话号码 OK 所以你要选这一个 我们的颜色 色盘的部分 没有 最主要的是 我的额度哦 在150千而已 可以啦 选拼的东西都可以啦 我真的要认识的 哇 你不要跟我弄超过啊 我跟你讲啊 我要跟我的观众交代的啊 超过 我们再打算 OK 下一堆给我们看设计先来 基本上我是没有什么决定权的 都在他的手上 最好哦 我说这样哦 我说这样哦 好 OK来 看完了设计了吗 你要吗 满意 爽吗 爽 送我 送我 现在我们要选料了 现在选料就是最关键的时候 就是这些 选对选错就是这个时候了啦 这个时候就是我的额度里面的时候啊 对不对 OK 对 这边我就不要拍 因为哦 我不要给你们看到我 夹下的一面 我要用很便宜的方式来做 所以之后我一样一样拍给人看 OK 价钱我等你啊 150而已啊 我最多额度 没有钱了啊 阿咯阿咯 OK可以吗老板娘 可以可以 再去新价了 OK各位观众朋友 我刚才提到的 菲律宾工人来了 OK好朋友 我什么时候是 菲律宾工人来了 你个样子像 哈哈 菲律宾工人 总之咧 菲就是 你很广 哈哈哈 你俗人 这个是你讲的啦 没有它的 Ic真的是 Iria 菲律宾工人来了 不是啊 菲律宾工人是你讲的啊 其实你可以叫巴利 才巴利啊 哈哈哈 OK来 这个就是我的新的物质了啦 就是这整片草 利也先中 整片都不 所以没有人买这个物质 他有给我买到 他买的时候 他讲要S10 结果不给 申请不过 哈哈哈 所以我们只可以 撞修这边 S10后面咧 我这边咧 我要用最省钱的方法做 现在很多YouTuber 全部都讲说 好像好人那种啦 撞修两年多 整间加重百多万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学人家 好像Japan Indira 这个我不要 我找不到赛事吗 哈哈哈 我不要我都学 这样如果突然间有赛事进来 也不要啦 OK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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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很厉害地问咧 所以我跟你讲 它是我最好的绑的 所以除草的部分就交给你了啦 蛤 你是菲律宾 比较高级的 我请帮两个 马甲拉来吧 有马甲拉 哈哈哈 所以咧 这整间家咧 我们要自己 亲手做 然后用最省钱 最便宜的方式来做 这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他有三四十年做装修的经验 有吗 有不止啊 不止啊 四十年啊 诶我爸爸今天有来咧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这边 挖洞放水在里面也不可以咩 嘖 点啦 你现在是菲律宾工人咧 哈哈哈 让我帮你挖 OK 叔叔 你会带多少个工人来这边做 那你在工程是怎样咯 OK 我们自己也要下手做 这个是我的工人 哈哈哈 我是投手 你啊哈哈哈 这是什么 哈哈哈 我们要拍起来要玩的 所以你要教我们咧 可以 可以啊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咩 四十年的人 讲很容易 这样子 应该是很容易啦 因为他做好四十年才容易嘛 做好四分钟就不容易了 哈哈哈 刚才我们已经问到了 找两个工人来把这整片草除完 请看 一个工人一天一百多块 两个就两百多块就可以除完这片草 所以咧 我一定要来自己监督他们 一天我就要他们搞定 你自己会除呢 会 我没帮你除啦 你拍就可以了 我觉得可能可以叫多一个 来帮我拍 然后你也来帮忙 哦 我要拿熬眼椅子在那边坐在那边 三千 然后这边就是几个人吗 哦 这边不用床了 不用了 因为有一个床够啊 请示老板娘讲话 嗯 肯定的嘛 我们有什么权利的嘛 我们都可以坐哦 兄弟要下去坐 臭 我们兄弟要坐 拉你直接下去坐 可以的 我的兄弟你咯 我们不可以丢下他不管 你要收拾修手 你下来坐 不是哦 浪费哦 这样还是找赞助好了 我帮你找哦 哈哈哈哈 OK 好 我的 Hello Uncle 已经帮我算好了 所以你随意去算那个价钱给我啊 OK OK 好 差不多可能两三千块做得到吗 应该是没问题啦 啊 OK 所以叻 两三千块我做得到的话叻 你们就可以找这个 Hello Uncle 专心了啦 哈哈哈 OK 总之我针尖家 我要用最便宜最省的方式 所以我叫我的 菲律宾的工人来帮忙 还有菲律宾美容 你不是要帮忙弄的呗 我要看工 哦 你看工了啦 OK啦 所以接下来叻 我就要下手做我这间家了啦 他就要开始做他最喜欢的频道了 对 对对对 我开始要自己建我自己的物质了 因为我整天在看那种建物质的 到时候你们可以像他这样 存1.25来看吗 哈哈哈 这个现在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现在这个因为我们两个币嘛 Under table 不是Under table 实际上我要跟他分享这个东西 一般 不懂我个别的可能 之后我要问他 还是要这个跟我分享一般的 OK啦 OK了啦 OK了啦 所以你就是做我的菲律宾工人了啦 OK OK 我除草 我有一期 我跌砖 全部你都要来 你不可以跟我讲 不得空啊 我一定来的 不得空我有一期飞出鞋 他也不站住 哈哈哈 OK的 我一定来的 反正有两个Bankala 坐我手下嘛 对吗 没有只有除草而已 其他人你是我手下 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 反正做罢了嘛对吗 我不用想试什么东西啦 总之哦 我现在做这个内容呢 我要做 最便宜的做法 你最便宜的做法 就是找贊助 其实 哈哈哈 是 我要给人家懂 就算 普通人没有贊助的话 可以用我这个方法去做 可以可以啦 如果有贊助咧 如果有贊助的话 我也会给你知道那个价钱的 总之咧 我现在还知道原来 Morse 是便宜过 游牧的 我之后会慢慢 做我的家给你们看 反正我有菲律宾工人 菲律宾工人还会 牵我一个菲律宾女龙 你不可以坐坐一下就讲累咯 哈哈哈 坐坐一下有Vivina喝 有有有有 他会坐在地上 他坐在地上我就呼他 有工钱我就可以坐了 最后我们来算给你 一天五十块 一天五十块可以 花不完 我讲你拿不过一百块 你一定不会来咯 不会啦 五十块很多了 OK啦 OK啦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啊 总之我之后 怎样做我的家 我就拍给你们看 对 祝我可以装修自己的家 成功 祝我的生意辛龙 可以赚多一点钱 然后还可以用多一点点 因为我还没有买家私下 这样我估计 这些应该是 你要几万块的 你才要篮球场吗 篮球场便宜 便宜 除草罢罢了吗 OK 篮球场的那个 篮球价 阿雅贊助 做的嘛 拿几块木 咚咚咚咚咚咚 就可以了了 这样我不要 然后放 那个垃圾桶 在那边 YES 他自己拿出来 这样不要了 我们不要和赴助 对不起 拜拜 现在我马上找到了 两个除草的工人 问她们帮我除这边 我们马上有两个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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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知道你叫做MELAYU了嗎? 好,你如果工作一天,爸爸 一天,100元 如果你一天,你能夾一天 你不想像一天一天 我們要做一天 如果我們繼續做一天 我現在都看了,他們要做一天 如果你做一天,多少 要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 200元可以 200元可以做一天 是的 你便宜啊 一天,50元 $200,OK $100,50 我们现在要省钱 你把红标咯,我告诉你 你承诞 dulu $100,50 不,你把红标咯 你承诞 dulu,$150 我跟老板说,老板说,老板说 老板说,老板说 哦,你还有老板说 OK,把红标咯